你好 欢迎收看3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将在4月16号到21号在花莲登场 24号傍晚 花莲县政府以寻撒奇莱雅族鼓励其福 由县长徐正蔚教育部残事业丁鹏在撒奇莱雅族头目 林昭雄的带领下 从艺人毕书记与跆拳道国手蔡念恩手中结下圣火火炬 共同引燃蒙火 随后将圣火交给圣火队 24号起隐匿时针的方向向全台传递 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即将在花莲登场 23日晚上在花莲日出广场 邀请花莲康乐国小排敌队 花莲高宫马大艺术横武级 遗仓国小几股乐团会活动自开序幕 随后由县长徐正蔚教育部参事叶丁鹏 在撒奇莱雅族头目林昭雄带领下 一群撒奇莱雅族鼓励其福助导 这一幕火引燃圣火 交棒给校长们组成的圣火队 我们非常非常地感谢我们 许正蔚习县长一路贴心耐心地 来规划这样的筹备工作 这首先我们要感谢的 第二个我们要感谢的是 朱彩奉努局长的团队 给我们很多专业竞技上的一个指导 最后最后我们要感谢的是我们 全副花莲线的宣民 感谢你们用热情的拥抱 来欢迎我们一万多位选手 能够来到花莲 有举办全民运的经验之后 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教育部的肯定 还有朱彩奉秘书长跟花莲线结下了非常非常浓厚的情谊 也因为全民运的筹办顺利 而在这两年有非常多的中华民国单向的委员会 以及协会都到花莲来比赛举办全国赛 这是我们希望用体育带动观光 而让地方的整个观光产业链 经济能够不断的往上提升 在这两周 也就是全中运的资格赛里面 无论是桌球 锤球 还有软网 印网 在三月份 淡季不淡 而让我们整个民宿以及旅馆都能够爆满 我想这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印证 为什么花莲以观光立宪 而我们更将体育结合进来观光 另外将在4月16日 全中运选手之夜演唱会演出的艺人毕书敬也特别献身典礼 带来清唱 引起现场欢呼 届时将有七组艺人轮番开唱 替22县市一万多名选手加油 县府表示 圣火点燃后 24日起将进行全台传递 从里岛临江县 金门县 澎湖县开始 接着再回到本岛 隐匿时针方向 最后在4月12日 回到县境内传递 记者长帮演 华联士报导